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第七委员会的50多位委员,包括潘宗武、余泽生、陈世成等人,今天上午到本公司来访问。 他们到达本公司以后,首先在第三摄影场里面,听取了一项有关本公司创业以及发展经过的简报。 委员们对本公司当初在艰苦中奋斗,终于把国内的电视业务带向蓬勃繁荣的时代,一致地表示赶佩。 接着他们又参观了本公司的各项设备,包括摄影场、控制室等,对于本公司设备的完善也一致地表示赞扬。 请不吝点赞扬。